欢迎您收看谋略秘籍 作者 云谷禅师 人不会苦一辈子 但总会苦一阵子 许多人为了逃避苦一阵子 却苦了一辈子 心烦时记住三句话 算了吧 没关系 会过去的 人生就是 一吃了之 一睡了之 一骂了之 一笑了之 一走了之 一死了之 一买了之 当一个人感到很知足 心不烦 身不疲 无所求 心能安的时候 快乐就在其中 当一个人感到吃得下 玩得动 睡得好 没牵挂 很满足的时候 幸福就在其中 快乐有三法 舍得 放下 忘记 快乐有四要素 可以改变的 去改变 不可改变的 去改善 不能改善的 去承担 不能承担的 就放下 不要去羡慕 别人的表面风光 其实每个人 都有自己内心的苦 烦恼不过夜 健忘 才幸福 生活 一小半 源于生存 一大半 源于攀 饼 懂我的人 不必解释 不懂我的人 何必解释 不要让自己 被三件事所控制 过去 别人 和金钱 一个人 思虑太多 就会失去 做人的乐趣 困难 就是 困在家里 万事难 出路 就是出去 走走 就有路 人最大的魅力 是有一颗 阳光的心态 心里满是阳光 才是永恒的美 人 简单就快乐 一世故 就变老 人生就是 昨天越来越多 明天 越来越少 人生最宝贵的 不是你拥有的物质 而是陪伴 在你身边的人 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们身边重要的人 越来越多 而留在身边的人 越来越重要 不懂时别乱说 懂得时别多说 心乱时慢慢说 没话时就别说 问心无愧 是人生最舒服的枕头 心小了 小事就大了 心大了 大事就小了 人品之高 总为一例子看不破 学业之不尽 总为一揽字丢不开 人心本无染 心静自然清 生活不简单 尽量简单过 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 而是房里的笑声有多甜 与其多心 不如少根筋 人们常常被一句 以后怎么办给吓退了 以后那么长 不是想出来的 是过出来的 不要在小人身上浪费时间 将军有剑不斩苍蝇 人生最大的修养 是知人不平人 只有在落魄时才懂 愿拉你一把的人 何其的少 说话要用脑子 做事要考虑后果 这是为人处事 很重要的一点 人生不过是一张清单 你要的 你不要的 计算得太清楚的人 通常聪明无比 但换来的 却是烦恼无数 和辛苦一场 大凡人世间的痛苦 多是因放不下 生命太短 没时间留给遗憾 若不是终点 请微笑一直向前 人会孤单 是因为人们 总是习惯了在心里 铸造城墙 而不是架桥 人生有三样东西 是无法挽留的 生命 时间 和爱 所以我们能做的 就是去珍惜 我们最大的错误 就是把最差的脾气 和最糟糕的一面 都给了最亲近的人 人该省事 不该怕事 人该脱俗 不可嚼俗 不该顺时 不可驱使 求人如吞三尺剑 靠人如上九重天 活得糊涂的人 容易幸福 活得清醒的人 容易烦恼 在拒绝这件事上 越简单越好 绕来绕去解释半天 只会让自己感觉 亏欠了别人 或者让对方觉得 你亏欠了他 涂增出许多的烦恼 别让过去的悲催 或者未来的忧虑 毁掉自己当下的快乐 人生的经历 就像是铅笔一样 开始很尖 经历的多了 就变得圆滑了 如果承受不了 就会断了 广结众元 就是不要去伤害 任何一个人 珍惜今天 珍惜现在 谁知道明天和意外 哪个会先来呢 唱歌可以跑掉 做人 不能频频走掉 有钱把事做好 没钱把人做好 这就是人生 好 感谢您收看 本期的节目 欢迎大家在文章底部留言 也欢迎大家积极转发 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分享是一种美德 转发就是积德行善 感谢您的频道